好 我們來看到 這個澤倫斯基現在求爺購奶奶 但是你只會指控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但是你敢罵拜登嗎 來看到是什麼呢 哎呀 你自己要舉辦所謂的和平峰會 6月15號瑞士舉行 但是你根本沒有找俄羅斯來 到底要怎麼開呢 拜登說我們沒有要參加這場峰會 不過我們很重視 我們派了副總統 哎呀 聽了也傻了 副總統 他不是外交被說有一點問題嗎 副總統賀錦麗率團出席 然後強調美國對烏克蘭主權領土完整很重要 賀錦麗不要去壞事就好了 他如果像我剛剛那樣的狂笑 在不應該笑的地方笑 不過我剛剛是應該笑的 你那是可以笑的 應該笑的 也是很好笑 但是問題就在於 如果說他又在不應該笑的地方 又笑的話 那就有失禮節了 他不應該講話的時候 而講話也有失禮節 然後不應該這樣講而這樣講 也更有失禮禮節 所以我相信很多美國人 其實也是提心吊膽的 尤其是美國的外交團隊 因為這一位太不可控制性了 他的講話常常不得體 好 我們先把賀錦麗擺一邊 如果這個會很重要 那拜登怎麼會不去參加呢 而拜登的理由是說 因為他要競選 對 可是問題就在於 拜登也到處跑 那也不見得每一天都在做競選活動 那如果這個會真的是很重要 那拜登就應該要去參加 這個和平峰會 那他為什麼不去 這第一個 因為他知道啊 這個會不是為了解決問題 這個會只是要創造一個舞台 來去批俄羅斯 那這個沒有意思嘛 因為 澤連斯基敦請瑞士幫忙 由瑞士來 用瑞士的豪華的度假村 來辦一場這種峰會 然後邀請世界各國的領袖來 然後就是不請這個俄羅斯的領袖來 那你當事國的領袖沒來 那請問大家怎麼去出席這個峰會 也就是說你不是要解決問題嗎 你是要在這個會議中 來去批鬥俄羅斯 這不公平的 所以中國很清楚的知道 你這個就是批鬥大會 那我為什麼要參加 對啊 好 所以中國也不去了 那對拜登來講的話 我開這個會幹嘛 選舉比較重要 就開這個會不會有結果的 是啊 那批鬥大會 而且坦白說 會有真的有多少人出來批 那如果說 在這個批鬥大會中 被有些人把它轉移成為 批以哈大會呢 是 以色列跟美國 然後有些人站起來批評 美國為什麼去一直支持 以色列打哈馬斯 那這個怎麼處理啊 美國的顏面難看啊 對 那所以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那拜登怎麼去呢 而且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廚 沙特 他也覺得這個會我要幹什麼 他不去 我們有我們 那沙特也不去 他可是遜尼派的領導人啊 那所以遜尼派的這些人一看 他的老闆 他們的領袖不去 其他的去又有何意義呢 那伊朗怎麼可能會去 所以整個穆斯林世界裡面的 遜尼派的領袖不去 然後實業派的領袖也不去 那美國也不去 澳大利亞的總理也不去 那去的都幹什麼呢 去的就是陪你 折倫斯基去玩一趟嗎 所以我看起來 這個峰會名稱為峰會 可能開了也不怎麼封了 對 所以中國大陸立場就說 你真的要解決問題的話 俄羅斯必須要加入嘛 尤其呢 來看到美國學者 米爾斯海默也說 在沒有俄羅斯人參與的狀況之下 瑞士進行的和平談判 真的是很可笑的 所以中國大陸是沒有參加 那美國自己也不敢 跟俄羅斯硬綱嘛 比如說柯比就說 我們沒有尋求跟俄羅斯發生衝突 因為拜登也不想 引發第三次的世界大戰來負責 好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美國的底氣到底在哪裡 會不會真的是有點指老虎嗎 光是這個胡塞組織 他不斷說 有去進行相關攻擊 因為這個巴勒斯坦人真的很可憐 所以他襲擊以色列 首次用的名為巴勒斯坦的飛彈 另外更別說 這個艾森豪號 胡塞組織說 我們兩度攻擊艾森豪號 然後美國都說 沒有 我們都沒問題 所以我們很安全 但是被中國大陸衛星捕捉到了 他一邊從紅海北上 你看一路一路北上 北上的這個畫面 就是逃離了胡塞組織 能夠攻擊的一個範圍之內 我們判斷 胡塞組織應該是兩次 對 去攻擊美國的航母 但是沒打到 因為航母坦白說 不是那麼容易打到 他是有護衛的這些 他有護衛的 他有很強大的 他自己本身也有護衛的能力 再加上他有強大的 這個護衛艦跟驅逐艦 也都在保護他 另外他還有戰機 在空中不斷的巡邏 在介護 在保持警戒來保護他 所以航母本身是龐大的 沒錯 你說脆弱也很脆弱 但是問題就是 他還是有防護網 除非胡塞組織這次用的是 超高音速的精準制導的導彈 而且又有很強大的GPS 例如說有中國的北斗 的軍事衛星的一個引導 那這樣的話 打到的機率就比較高了 對 不然你一般的這種無人機 因為無人機 一般來講都是慢速機 對 他有可能在空中 就被這個戰鬥機打下來 有可能是還沒到了以後 這個被那個雷達搜索到 那雷達的這個指導下 它的護衛艦的防空系統就發射 就把它打下來 甚至用機關炮 都有機會把它打下來 所以一個無人機 要接近到航母 對航母投彈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是一種 那所以我覺得被用無人機 打到的機率是較低的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用導彈 可是因為胡塞的導彈的速度 不夠快 所以他要能打到航母的可能性 也比較低 所以我們判斷應該都被 美國有效的攔截下來 對 可是美國之所以會引起爭端 是第一時間他否認 說有被打 後來才半否認 說他們沒有打到我 對 那等於是半承認了 對 接著就開始有人說他被打到 然後美國這個艦長之蠢 這個也是 PO的照片都很好笑 這又是另外一個阿Q了 這個艦長呢 竟然說為了要澄清 他沒有被打到 就把一些影片PO上去 對 而這個影片竟然是幾年前 3月的 3月還是 我記得是3月的 3月份的 就是這一段 來看到他PO了幾個 一個是這一塊 就是說那個 我們有人在這個 那個Bakery 我們有啊 都沒有問題 另外一段就是Lil是說的 就是他們呢 有一些 建載機等等 但是那個影片被說是3月份 對 那也就是說 他又放了一些影片的時候 就讓人感覺 不對耶 這個影片好像看過 有人就去搜索 去搜索以後發現 不對喔 這是舊的影片 好 這個時候就臉就丟光了 臉丟光了怎麼辦呢 就只好今天又PO了 新影片了 對 這個影片就是新的了 補給 補給 那還有 那個 艦載機有起飛的這個聲音 然後再加上中國的 商業衛星拍到 所以有補給的一個 那這個就是維真 那這代表什麼 沒被打到 為什麼這麼說 各位觀眾朋友 您知道 航母 您有沒有看過常常 航母有一個 有一個鏡頭 這個鏡頭就是 航母的這些工作人員 地勤的工作人員 常常站成一排 然後大家等於是手牽手 對 然後開始地毯式的搜索 清掃那些碎片 就是因為 航母的甲板要很乾淨 OK 它怕降落的時候 如果有一些小碎片 把它的輪胎砸破 那它一爆胎以後 那它很有可能會偏離 會撞到 所以它的甲板一定要很乾淨 如果它被打到 甲板不可能平整 OK 所以就不可能起降 這樣的一個道理很簡單 所以為什麼在今天 它要公布這個影片 最新的影片 就是證明說 它沒有被打到 那這件這麼簡單的事情 可以拖了那麼多天 對 然後才會有很多的陰謀論 因為第一時間我聽到說 美國哈姆會被打 其實我也是蠻存疑的 對 因為我沒有看到相關影片 然後就有一些陰謀論出來 第一個 你就是第一時間給了廚房的畫面 然後這跟你甲板有什麼問題 所以它會說此地無銀三百兩 另外再來看到 它當時的時候 5月30號 它的確是有進行夜門首都攻擊活動 所以它這個地方是蠻窄的 大概340公里左右 所以胡塞組織要發動攻擊 其實美國航母也會有受到影響 但是我們知道 美國航母當然還是蠻強 又不是吃素的 另外奧斯汀也說要下令艾森豪號 他部署時間延長一個月 這些都被說 那是不是真的被打到等等 但是蠻有心怎麼看 艾森豪號現在已經離開了 這個胡塞組織會打的範圍 已經往北大概1000公里左右 是這樣子 因為艾森豪號航母去攻打胡塞組織 可是因為胡塞組織是遊擊部隊的形式 所以嚴格上來講 它跟英國的那個聯合的軍事行動 軍事價值並不高 意義也不大 因為它只要沒有海軍陸戰隊登陸 那基本對於這個胡塞組織 它一點辦法都沒有 胡塞組織是打了就跑了 對啊 所以你一直找不到它 好 可是這一次胡塞組織 就是因為你又打我了 所以對於胡塞來講 我就反擊了 對 而它的反擊 基本上來講是有效的 已經很接近了 所以對於美國人來講 它顏面掃地 因此它就否認說沒有這回事 可是當被拍到說有的時候 它就變成承認說有打 但是沒打到 可是又由於這個艦長的 阿Q的態度 把舊影片就是這樣炒帥了事 結果就引爆了更多的懷疑 對啊 那逼得它必須要證明 說真的沒有被打到 可是它又不敢讓人家上劍去看 那這樣的情形下 那就變成很丟臉了 好 可是問題是 我為什麼會說它被打到的可能性低 就是因為不合理 第二個 那您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又延長服役 那也就是說目前的情況 就態勢緊張了 也就中東地區的態勢緊張了 可是美國已經出現了 坐驚艦軸 也就是說 沒有航母 它的航母能夠支援作戰的 已經出問題了 那原本有的時候 中央司令部的航母 回來了以後 有時候會有空窗期 現在的情況是不能有空窗期 為什麼 因為胡塞也從它的本土 直接攻打到 這個以色列的本土 對啊 那這麼遠喔 那所以胡塞的 中程的導彈 已經是有效的了 那這樣的情形下 對你美國該怎麼辦 你的航母 航母繼續要有 不能夠回來了 對啊 可是那些官兵 已經在海上七個月了 然後他的太太家人 都在等待他回來 那他已經在船上 待了七個月 坦白說身心都已經疲倦了 你還要在他 再延長一個月 我個人認為 士氣會不好 士氣不好容易出狀況 是 我們的確 最近滿常看到F-35 常常有些狀態發生 比如之前發生F-35 全新的就竟然墜毀了嘛 然後還有包括了 美國航母常常真的也聽到了 說F-35 墜毀等等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呢 你讓這些士兵 都沒有休息的話 哎呀你看 六個月變七個月 這樣子 不會七個月回來嗎 大家也開始懷疑了 所以呢 我們也當然希望美軍 不要天天出狀況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解控 兩次的市場 作詞